《刘振云人设崩塌》,崔勇一元发飙《有才无德》网友和冯小刚一丘之和。 曾经的刘振云是多么地受崔勇一元崇拜,某次采访中崔勇一元透露自己对刘振云这样的文化人设多么地敬仰。 然而就是这样的文化却一次又一次地助纣为虐被冯小刚拿手势沾。 正如崔勇一元所说,冯小刚是孩子大家都知道,可刘振云也变得太快了。 有句话不说的好,流氓不可怕,就怕流氓有文化。 刘振云有了自身文化的资本,给冯小刚鞍前马后的跑路,两人也一拍集合,从此沆泻一气。 03年的一部电影手机影射了崔勇一元,当时崔勇一元很熬火,后来经过多人调解,三人也均一讲和。 然而两人还都不知悔改,今年再次推出手机二,这下可彻底激怒了崔勇一元。 连发出多条博文讨伐逆贼。5月多的时候,崔勇一元就发文称。 小刚是渣子大家都知道,刘振云变成渣子的速度偏快了些。 而其中的缘由是因为刘振云再次欺骗了崔勇一元。 据两人之前微信聊天记录看,刘振云声称这部作品名叫朋友圈,和崔勇一元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然而电影《海报》一发出,却立马一名为手机二,这是歌谁神上都会怒火冲天。 昨晚,崔勇一元再次发文炮轰刘振云称,谎话连篇,你这和懒裤子有什么区别? 呸呸呸,还文化人呢,文化人就这水平?哪个文化人像你这样说话还得使劲? 你就一标准的留裤子。下图是崔勇一元删出的证据,刘振云不是声称这部电影不叫手机吗? 分分钟崔勇一元就抽他大嘴巴子,崔勇一元的爆料还真是让人的另眼相看刘振云了。 然而刘振云之前也并不是一无是处,他的好多作品也是深受欢迎的,如《一地鸡毛》一句并一万句,都是这些平时文字缔造出来的精品。 只是后来跟错了人,走错了路,同臭味让他丧失了闻人的骨气。 人家都是德才兼备,他却是有才没人味。人家都是傲骨梅花,他却是烂骨和残渣。 可叹,可态,可悲,可怜,可恨,可耻。